好 國產高端疫苗還沒有取得國際的認證 加上打氣不佳 所以現在發現到食藥署這邊的資料 顯示說有3批的疫苗 是即將在這個月的月底要到期 那這一些疫苗該怎麼處理呢 也來聽一下稍早指揮官陳時中的最新回應 24萬劑的高端即將要到期 在月底就要到期了 我倒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我知道到今年 第大概有800劑吧 我所知道的 那是在地方政府的手上 在我們的庫存沒有 好 可以聽到他說 其實現在真正會效期到月底 過期的就是800多劑 那這已經交到地方手上了 其他疫苗庫存都是很正常的 並沒有要過期的問題 不過因為政府總統他們是打的高端疫苗 出國會不會受阻 他也表示說政府總統不需要重打 但是因為一般民眾出國可能會卡關 所以現在也開放一般民眾 如果緊急要出國的話 可以重新來打三大國際疫苗 我們這樣就知道了 那麼多會 所以本來也好好來 帶我們來 我們來考慮 我們來講